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三月二十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为您关注到的人是各方对于中美二加二会谈的相关评论 以及更多信息 首先来看到中国媒体方面的评论 中国媒体深圳卫视在三月十九日在微信公众号发表评论 提及了当时首场中美会谈的更多情况 文章最不满意的是美国官员指责中方开场白事项世界公众表演 文章称这种话很难想象是从美国建制派外交官嘴里说出来的 既然开放给媒体拍摄 难道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讲话就不是表演 第二中方讲话是对美方无理指责的辩护 哪有允许美国骂人不许中国反击的道理 第三美方主动发起邀约 有什么道理不让中方把话讲清楚 第四现场中文翻译成英文显然也需要时间 但是文章又转回说 虽然多家海外媒体用于火药味很浓来形容这一次中美外交交锋 但是我们觉得对话的气氛没有超出近期双方场外交锋的烈度 人际交往遇上纷争第一次面对面解决总是一道坎 见面后美方拿中方早就画下的红线说是中方予以回击 措辞虽然强硬 但是双方都没有升级对抗的苗头 同时作者还说 这是中美双方首次疏通被川普政府恶意堵塞的中美高层交通管道的努力 有点火药味也属于正常的压力释放 而再来看到来自美方的更多回应 这里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来自CNBC的最新报道 文章介绍 本周的高级别外交会谈显示 美国总统拜登的团队并不打算完全放弃川普政府在与北京讨论时的强硬基调 而中美贸易关系的前景可能仍然会受到挑战 安东尼布林肯在发言一开始就指出 美国将强调对于中国的行为 包括在新疆香港台湾 对美国的网络攻击 以及对我们盟友经济胁迫的深切关注 而杨洁篪则回应反驳 说美国没有资格站在强势立场上对中国说话 虽然这一次会谈更多被视为是外交活动 而不是经济活动 但是刺耳的交流很有可能是拜登贸易团队未来苦战的早期缩影 这关系到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贸易关系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数据 中国目前是美国第三大货物贸易伙伴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前世界贸易组织诉讼律师威廉斯告诉CNBC 他对于缺乏进展并不感到惊讶 而中国政府显然是误读了拜登团队的情况 他们认为这些人会推翻川普的所有措施 他们发现情况不是这样的 而这一次他们直接从布林肯那里听到了这一点 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议前几周 拜登政府起草行政命令 指示政府部门审查关键供应链 包括半导体高容量电池医疗用品稀土金属等 拜登政府发出信号 不惜一切代价的贸易并不是他们的立场 他们也不会为了良好的贸易关系 而缩减对人权或者国家安全的看法 以及对于中国的强势态度 而有关于这一次会谈也有有趣的花絮 引起杨洁篪暴怒的重要原因是当时布林肯国务卿说 中国以及美国之间的竞争 美国要以实力的地位出发对于中国谈话 这是杨洁篪的理解 也是翻译的翻译 但是布林肯原话其实说的是position of strength 严格来讲 这并不是从实力的地位而言 而是更多的类似于积极主动或者是掌握主动权 新加坡管理大学教授 前WTO著名法律专家高树超 在推特上面首先发布了这一点 并且表示如果下次找了更好的翻译 是否这一次外交争端就能有所消弭呢 但是也有反对声音指出杨洁篪本人外语十分优秀 在外交体系中是以国家领导人的翻译而一步一步升上来的 在这样的外交场合 他完全误解布林肯的意思显然并不大可能 因此这种说法是否真的合适 也有待商议讨论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金融体系的更多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文章介绍在中国政府在三月二十日发布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调整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通知后 央行高层出现重大变动 通知表示同意蔡芳王一鸣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刘世锦继继续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刘伟和马骏则不再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务 公开资料显示蔡芳是农业人口方面的著名学者 之前在社科院工作 蔡芳现在是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 同时也是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 王一鸣则是宏观经济学者 按照惯例 央行政策货币委员会成员中包括三位金融专家 一般任期是两年 此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和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主任马骏 分别是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据悉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责是在综合分析宏观形式的基础上 根据国家宏观调控目标讨论货币政策制定调整 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控制目标 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 有关于货币政策的重要措施 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等重大货币政策事项 并向领导层提出建议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中美关系方面的更多信息 纽约时报在三月十八日的一篇报道中 曾经强调拜登在二月与习近平进行的长达两个小时的空话中 拜登特别提醒习近平不要相信中国国内那套 美国是衰落的强权的说法 也不要认为出现了一月六日美国国会大厦遭攻击的事件 就凸显了美国内部政治严重分歧 但是纽约时报报道也指出两人通话后不久 习近平在西北地区活动时就告诉当地的官员 世界最大的乱源就是美国 同时又把美国描述成为中国国家发展与安全最严重的威胁 而纽约时报报道表示 拜登政府似乎采纳了川普政府对于中国的大部分看法 也就是中美正危险地转为全面对抗 只是拜登政府与川普政府的应对手法显然不同 纽约时报报道说在拜登仍然是副总统 习近平准备接任国家主席之际 两个人曾经在中美两地数次会面 并对外保障两国并不必然走向冲突 而当时美国政府内部的情报评估 是习近平会谨慎行事聚焦国内经济发展 避免与美国的冲突 而这样的误判却使得中国领导人与美国领导人之间出现了最严重的情报分析失误 现在美国方面已经把方针定为在共同关注的领域进行合作 比如气候变化 但是在科技太空保络军事竞争等领域 应把中国当为对手这样的复合型全面策略 文章引述美国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表示 冷战主要是军事竞争 现代竞争壁垒 则是科技 比如5G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与机器人等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金融时报的有关消息 作者是一位机器学习研究者郑承翰 他表示现在如果用机器学习模型来解读美国支华派两位对华高官 或许可以发现他们政策立场的更多信息 文章说拜登政府上任支出其核心的对华政策团队有一些名字 尤其是两位年轻的智库学者八零后杜如松和九十后葛维茨 两个人先后被任命同一个职位 百股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中国事务主任 文章作者介绍 他们对于中美关系的具体话题和事件是什么样的关注程度 对这种问题又持什么样的观点和立场呢 我们使用了LDA模型人工智能加上机器学习分析 对于他们的社交媒体文章和学术出版内容进行了相关整理 研究发现表示九零后的葛维茨从小学习中文 二零零九年高中毕业 此前还曾经在北京财经杂志社实习 而根据LDA模型分析 二零二零年葛维茨总共发表了三百一十三条涉及中国的推文 占其当年推文总数的一半 最关注的四类话题是中国国内思想中美关系分析 第二则是新冠疫情和对中国美国的影响 第三是对川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批评和相关政策建议 第四是对中国政策的批评多数与人群相关 比如香港新疆和国内高科技监控等 而对另外一位八零后印度裔美国学者杜如松分析则发现 从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二号到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二号 杜如松发表转载回复涉及中国的推文总共有七百七十条 整理可以归纳出几大主题 首先是中美竞争 其次是中国的大国外交 包括战狼外交等 第三是新冠疫情 其中包括新冠疫情涉及中国影响力 也包括中国瞒报疫情就病毒源头误导世界等 再有就是中国人权问题 而作者认为杜如松对于中国研究和个人兴趣 主要是集中在中美竞争这样的核心话题 重点反映在经济科技和全球影响力 与老一辈学者相比 现在的年轻对华派对于中国科技企业的商业模式 技术水平以及全球布局等细节把握比较深 整体采取比较平衡务实的态度 愿意从具体问题和技术性角度予以探讨